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痛苦就是失控的情绪 所以你能够不断地给她带来正面情绪 会对应矫正她的反应的 明白吗 好 我明白了 不要着急 你一定可以的 加油 如果情况轻易不弱的话 你就立刻联系我 有些事情或许是注定的 但是我更相信 人定胜天 人定胜天 我会中心 我会中心 不弱的 你知道我一天 就离开了 你不就不弱的 你不弱的 因为你不弱的 你不弱的 沈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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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被我要了 我睡得稀里糊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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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难搞啊 把我外头穿上 我不冷 沈秦云 你手机没电了 我去给你充上电啊 我给你充上电池 我可以帅哥 配电池 什么 我也要帅哥 我帅哥 我帅哥 你帅哥 我知道勉强不好 我小的时候睡觉 也特别讨厌被我爸妈拎起来 但是有句话说得好啊 不打不晒 一天不起 我来了啊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那么重啊 抬不动你 我抬床都行了吧 床都比你还沉呢 沈浅 你不理我 我也有办法逗你开心 沈浅元 欢迎收看唐欣小剧场 这可是刻钩情景剧哦 表演个什么故事好 那我就记性发挥了啊 从前 有一只小刺猬 高度帝王冷 参考你吧 沈浅元 小刺猬呢 在森林里一向都是横着走的 因为他全身都是刺 没有人敢靠近他 但是这样时间长了 刺猬也觉得说 哎呀 高处不胜寒 有那么一天 嗯 刺猬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 啊 这就是命中注定的味道吧 刺猬也觉得说 鸭子好像对他有想法 所以刺猬纠结了很久 决定 放下高冷 注意他 可是鸭子吓坏了 鸭子认识刺猬的时候 刺猬还小 身上只有细细软软的小细刺 可是现在刺猬长大了 身上都是尖尖尖尖的大刺 鸭子怎么敢靠近呢 而且 鸭子也有自己的问题 鸭子小的时候再跟七岁玩耍 不小心把身上的羽毛弄丢了很多 现在的鸭子看起来光秃秃的 所有的缺点都暴露在外面 那如果刺猬不保护他 搞笑作战失败啊 看来我 确实没有什么搞笑天赋 说好的我能引导你至于你呢 现在完全不奏效了 看起来我 还这片海 光满过 天天啊 那我去给你做早饭了 天天啊 那我去给你做早饭了 天手是江浪漫天空 仰泪为你落下来 如果别人伤害你 我可以保护你 可如果伤你的人是我 我 讨计